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想到在TemperPo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我们的鲁子竟然取得胜利了 你说说 我又说中了 你看这鲁子在台上 你看这鲁子 你再看左边这个Morris Morris他的体型有点怪了 裁判能给他第四我就不错了 他想学什么一米八八雷蒙德 雷蒙德跟他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他这个体型是有点畸形 鲁子这几个月咱们看节目都知道 他是真的是不要命 在疫情这么严重 他健身房训练基本上没有停歇 咱们看看这鲁子台上表现 你看看他终于有回报 你说说 其他运动员在疫情期间 都没有健身房训练 而鲁子这你说说 他依旧不放弃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大家知道吗 鲁子我跟你说 你得感谢你说 接下来咱们看看男子的212级别 我发现这个叫Derek真多 当时看这个表 有个叫Derek的 我还以为这212去年的亚军 没有想到是另外一个人 人家Derek这亚军了 还参加这Tumberberg干嘛呀 谁得冠军了这次 我的天 看看第一名 嚼着三世 嚼着三世 咋样 咋样你说说 嚼着三世被我都又叨了成冠军了 你说说 嚼着三世来自纽约 咱们安德鲁子也来自纽约 你看着嚼着三世这212的体型 在台上的状态 嚼着三世确实是非常好 这个整体看相比于去年 嚼着三世的肌肉增长了不少 在台上看虽然和我们的Derek 看的还是整个上师 是相对来说稍微窄了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古典的底子 这个在台上的状态 肌肉的维度 我确实比以前大增 相比台上的其他选手嚼着三世 嚼着三世这回可以说是封王了 封什么王 封212的摊破破的王啊 在台上的黑人选手 你要说谁比他黑 那没有别人 只有咱们的嚼着三世 他比别人黑一圈 细节在台上 有谁有他好 在台上没有别人 嚼着三世毕竟人是阿诺德古典 奥赛古典的第三名啊 那不是说开玩笑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增了鸡 在台上的状态再也好 你说说这嚼着三世能不获得那个裁判的青睐吗 再说了 嚼着三世的营养品 赞助商是谁啊 热的空外啊 热的空外 人家傻呀 人家也是选嚼着三世 当然这跟赞助商已经没啥关系了 为什么 嚼着三世在台上 那是有目共睹啊 实打实的 那是一个冠军的料啊 除了脖子短点 其他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在这次比赛上 但是他和我们的去年亚军Derek22级别 我觉得两个人是不同的风格 看裁判喜欢哪个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四位运动员在台上的对比 没有训练过的普通小学生的眼睛 一看 这个叔叔 他这个真黑呀 这个叔叔应该得冠军 再看左右两边同场竞争的选手 可以说是不在同一个档次啊 嚼着三世各方面的肌肉相当的平衡 各方面的肌肉 特别的舒服 看起来配的特别满意 我的天哪 这场比赛非常重要 我们的奥赛之声也到了现场 那刀锋去没去啊 戴了口罩没有啊 为什么你大麦哥这么看好嚼着三世呢 因为你大麦哥的眼光与一众不同 嚼着三世 确实从做人来说 从整个这个人的性格来说 他确实能整个在职业联盟有自己独特的存在 他的眼睛啊特别大 这有时候的小朋友说 这位叔叔有点像大眼贼 那没错 他的眼睛确实不小 但是在台上的状态 咱们看一下动态的展示 哎呦 这回212级别 嚼着三世 你仔细看着 右光发亮的黑色的光啊 这嚼着三世还真是啊 你说只有国王还一二三世呢 这嚼着三世真得带个皇冠了啊 这次夺冠 嚼着三世顺利进入2020年底 咱们奥赛的212级别的这个啊 入场圈了 他将和Derek对阵啊 争夺212级别的我们的桂冠 这Derek啊 我觉得还真有点担心了 Derek的体型呢 他介于这个弗莱克斯刘易斯和嚼着三世之间 那这个有点古典 但是他整体看起来上肢呢 要比嚼着三世要宽的不少 这次比赛的直播呢 他他采取了点播的形式 所以一般观众你要不花钱 你还看不到 你耍耍 但是在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运动员离得相当近 嚼着三世一定做了充足的准备 做了预防才去咱们的参加比赛 是不是要嚼着三世吃了啥啦 而接下来建筑商老板Red空万也发来了贺电 而这回赛前另一个咱们关注的这个小将啊 咱们的古巴导弹三体有 哎哟画大圈了哎哟我的天哎哟 这个三体啊这个造型还是确实可以啊 在造型方面确实可圈可点 为什么说这个三体在这个 gast posting的时候收费还是比较高的 你说说怎么发出了小猪的声音呢 哎你说这个三体啊最大特点 背部肌肉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呢身材矮小 手臂呢相对来说稍微有点短 看起来呢有点滑稽啊有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三体呢做人呢哎 这个性格也特别好啊特别开了 你看看穿着运动服他背后啪来个大厂 哎看起来哎哟喝这大白牙露出来的 哎哟造型不错整个造型哎呀 这看起来特别的美观啊 把这哎哟这相当的受伤害哟 哦忘了说了他取得了地板 而这次男子古典呢虽然没有什么名价啊 有一位新的选手他取得了古典的冠军 但是有一位选手让我引起了关注 这位选手大家看一下集体的对比图 左右两边就不说了啊 咱们看这个中间啊这是这一回的冠军 这右边的这个老选手 他前两个星期和国王火腿川参加了这个一场职业赛 古典这位老头子他取得了冠军 国王火腿川取得了亚军 所以这回冠军肯定不会给那个中间右边那个老头子 对吧你拿的冠军了拿到二三入场圈了 你就是把象征性的如果状态好给个对吧安慰奖就完了 但是你看这个中间左边这个选手 你想你说说这个应该怎么判啊 他的状态到底比中间这个选手好还是不好 这个选手还在场上的状态还是可以 但是从古典这种风味来说呢 还比中间这个选手差一叠子 再加上大家知道这个选手出过事 大家看中间左边这个啊状态还不错 出手什么事啊 在两年前的比斯堡的一个比赛 也就是老Jim这个大本营 他参加一场职业赛 结果对裁裁判的评判他觉得有问题 他怎么转头就下台了 结果当时引起了老Jim不高兴啊 虽然当当时这场比赛他中间反场 哎跟大家说哎对不起啊 我刚才行为有点粗鲁啊 不应该这直接下去 呃这个向大家说声对不起啊 但是后来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给裁判和老Jim 这不是给不给老Jim面子吗 所以后来他在职业联盟系 也一直消失 这两年呢也就是这场比赛 可以说他想重新回归2020年 没有想到状态还不错的 他取得了第二名 没有取得冠军 失去了奥赛的这个入场卷 当然呢后边还有一些比赛 还有机会 但是裁判会不会 你想裁判下边肯定互相抵过 当年就是他 就是这这这小的 你这当时不给咱们老Jim面子 所以说这种因素 你不是给裁判没有留下好印象 你想想以后他能给你好成绩吗 接下来在这个Temperfall 大家看啊 这个Wood New Order of Olympia 就是这个大高老头 他现在是奥林匹亚的新主人 他呢也是特别喜欢女子见美 看见了没有 这大牌子 Linda Murray Paul Linda Murray还站在后边了 这大高个是亿元富翁 家里家族的是做这个飞机配件的 这个卖给航空公司 可以说是 这挺富有 说实话 收购整个奥赛这个品牌也没花多少钱 还不到一亿美金 我记得是几千万美金 就搞定了 是不是 但是像他这个十几亿美金的 你说他他在乎啥呀 对不对 他他还想啥呢 对吧 所以你看看 川普普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看见赞助商谁吗 瑞德空万吗 瑞德空万谁 赞助谁了 脚子散事啊 接下来已经取到二三入场卷了 我们的国王叫着 现在主持起了节目 国王叫着有两手啊 可以说是 在健美的媒体行业 可以说是 展露头角 跟你大麦哥似的啊 他管我可不能叫大麦哥了 他得叫输了 这小伙子 是不是 你再看这布兰登尬里最近的状态 这马上各个状态都要露出来了 布兰登尬里 我觉得今年呀真的 没准还又得来一届呢 销雷登完了 菲尔西斯 菲尔西斯 我觉得他能不能再回来上场 还有不一定呢 你知道吗 你说凯格林和菲尔西斯 现在吵得很热 是把奥塞给炒红了炒火了 但是之后 到底能不能 俩人真的在台上对比一下 对决一下 现在我觉得还真有点悬 菲尔西斯现在又相当的低调 貌似好像 哎呀 这个你说现在摸不透他 节目的尾声 这回不是女性专区了 是帅哥专区 我们的史迪问曹 也回复训练了 这史迪问曹这个奥塞入场却 还没有拿到手呢 还得继续呀 对不对 但是啊 这个疫情啊太厉害了 光太口罩还是不行 健身房的人太多 还是想想更有效的一些方法吧 好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